11月8日,陈一如在台北参加某慈善基金会单车环台公益活动 当天,陈一如身穿基金会的宣传服装帮弱势团体打气 希望大家积极参加活动,很是感动 近日,曾志乔公开称自己欣赏阳光型男生 问及陈一如对于乔乔是一言论的看法 一如大胆称自己就是阳光型的男生 但又马上称自己戏中打算挑战别的类型的角色 一如到底是不是乔乔的喜欢对象呢 真是吊足大家的胃口 阳光型的男生 我就是阳光型的男生 自己讲 没有啊,我本来就是阳光型的男生 喜欢阳光型的男生 我觉得很多女生都喜欢阳光型的男生 可是最近戏路我想要挑战不一样 因为最近在街拍的一些角色 我都跟公司说 我想要拍不是阳光型的男生 因为我每次都拍阳光型的男生 偶像团体飞轮海的每个成员都各自发展很好 但粉丝们还是希望看到四个人一起的出现 问及陈一如最近飞轮海的动向时 一如透露 跨年的时候应该会一起出席 但由于党新问题 无尊可能会缺席此次海外的跨年活动 目前还没有 但是跨年跟圣诞节 飞轮海会应该会一起去表演 基本上应该是三个 无尊比较忙着拍电影 所以基本上是三个 圣诞节跟跨年都会到 应该会到海外去表演 对 对 对